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是很不好 你看尤其川普 俩都已经坐飞机要去跟你谈判了 今天晚上就要谈判了 结果昨天他推特上面 他又放话了 5月10号 还是会对中国增加关税 从10%拉高到25% 人都来啊 你还在跟他放话 那大陆当然也不甘示弱嘛 大陆跟着校正 你敢调高 我就会相对应你 昨天美国 还蛮强的 可是两强一放话之后 你看整个亚洲国是今天 东岛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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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没办法啊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不是我们能够主导的 接下来就等这两天谈判最后的结果 等这两天谈判最后的结果 那其实这次你看 台北股市间打这一根 吓死很多人 当然也蛮严重的哦 最严重是谁 最严重当然是中国大陆嘛 这是中国大陆被大陆压制在地上打 你看一下来已经到链线了 链线保卫战 能不能守得住 这是深圳 链线保卫战能不能守得住 大陆这几天跌掉17% 跌掉17% 那美国为什么敢压制大陆党 你不要看大陆今年涨这一波 今年这波感觉上好像很强 你仔细看 深圳的高点是3600 现在才1500而已 3600到1500之月线 所以大陆股市其实还在很低的位阶 还在很低的位阶 那美国呢 你看大陆最近跌了17% 美国呢 美国好像无动于衷 有来有跌了 美国才跌3%而已 美国才跌3%而已 大陆跌了17% 所以从目前来看 美国似乎是占尽了便宜 尤其美国股市 还在历史高点 大陆呢 大陆已经趴在地上了 大陆已经趴在地上了 所以美国才会那么强硬 可是你这强硬下去 如果这次谈不拢的话 那美国你也没有 好骨子可以吃 这这两天谈下来 如果没有好的结果 美国也会并败如山倒 这是大家都可以预期的 所以这两天 到礼拜五的时候 一定会知道嘛 对不对 美国会不会真的调高关税 还是只是嘴巴讲讲而已 拜五就知道了 我们在礼拜六有一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礼拜六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我们来讲 关税大战 谁受惠 谁受害 如果礼拜五晚上 没有实施 那一切太平 两个如果谈得还蛮愉快的 虽然要谈之前剑拔无章 可是面对面 大家还是互相给面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来谈 接下来下礼拜谁会冲出去 那如果真的不信 两辆火车对撞 谁影响最大 谁是最大受惠 但还有不受影响的 我们一并来谈 所以这个讲座很精彩很重要 礼拜六早上桃园下午台 下午台北 你还没有报名的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我们报名赚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继续听我的分析 今天亚洲股市都跌 欧洲昨天涨哦 昨天德国是涨八十几点的 德国昨天涨八十几点的 涨起八十几点 昨天涨八十几点 今天也被压下来 今天德国也被压了下来 但德国的位阶目前还是在 相对高点的地方 这次只有大陆是比较惨的 那台北股市 原本还很OK 这根打下来之后 有点头部出完那个味道 今天下水很多人 这根棒子打下来之后 下水很多人 可是关键还是在明天 多头的特色 铁绿 长黑隔日是买点 长黑隔日是买点 所以这边第一个长黑隔日涨上去 这里第二个长黑隔日涨上去 那这根下来之后 不能再往下打了 如果明天拉不起来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台北股市这一波到目前为止 我们跌掉7% 跌掉7%相对美国来说 相对大陆来说 我们是跌3%啦 我们落3% 因为从一万一千 将近一万一到今天 一万零七百嘛 三百几点嘛 我们是落3% 相对大陆的17% 我们是还算佣 可是也是不能大意啦 因为大陆是当事人嘛 我们是去找到台北嘛 所以不可能像大陆那么惨 你知道现阶段 最忌讳什么 因为接下谈判或结果 我们不会知道嘛 到这些好或是坏 我们都没办法控制嘛 我们当然希望好啊 可是你还是要有一些 安全性的防范措施嘛 现阶段最忌讳什么 最忌讳追高杀低 最忌讳追高杀低 什么意思 业绩很好的股价很低的 你去杀低 那如果谈的结果愉快 行情又溜掉 当你杀在地点之后 你买不回来了 你就会不会回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好股票底部的 你不要去博白台 自然它还是会抗跌啦 那如果是业绩烂的 再高档的 你不要去博白台 像最近 这几天有很多人 看到强势股就乱追 比如最明显的 原项 一几天有去 大家都会去堆 堆就够够 它就回马上就下来了 你买这个股票没意义嘛 第一季赚只赚一毛钱而已嘛 第一季只赚一毛钱而已 只赚一宫 够够百几块 你买这个 要做什么 对 还有呢 最近 4968 你看利基 最近这两天一溜去 很多老师去追了 大便都忙了 只要大涨就一堆人下去追 那你最终股票干什么 第一季辽情的公司 赚钱的公司股价六十几 你如果要去堆 那就盲目了嘛 对不对 今天一个回马枪 开高一个回马枪下来 就大跌啦 比如说 这两天比较强的 网龙 第一季有去大家都去堆 网龙这也没贪什么钱 对不对 业绩这么烂 但去年下半年 一款新游戏上市 让他第四季能够变赚钱 国家过来几块也太贵了 昨天一涨停 很多人都有 那有了结果今天 马上就回马枪就打下来了 所以现阶段的操作机会 追高跟杀低 尤其是那种业绩烂的 你不要去堆盘 业绩好的你不要去杀低 这就是兵家大忌 兵家大忌 其实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了 我已经说三个星期了 我对四个的催好就说了 财报期间 涨高不要追 要买就买底部基优股 甚至于现阶段可以多空双向 两个极端的操作 这个叫什么 叫平衡式操作 买底部空高档 大盘涨了1700点 你这样做是最安全的嘛 买底部的扛关锅的 大部的路 关锅的股票刺得较快 底部会抗跌 由空单保护多单 大盘如果上去呢 底部的会大涨 高档的会涨不动 你一样还是可以赚钱 所以当指数涨高之后 尤其遇到财报再发布 平衡式操作 其实是最好的策略 你看二十党地雷股 我四个十八开始说 说到现在 今天五个都吹高 我已经说二十天了 我已经讲了二十几天了 二十党地雷股 全部都大跌 全部都大跌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上边的演讲我都有三跌 有来的你都知道我在讲多几基 我教给大家看我 随便叫几党 这二十党地雷股 我随便叫给你看 你看第一党 阳明光 这是第一党 第二党 神盾 也是大跌 第三基 春安 也是一路一直来 也是大跌 第四基 3508 位数 位数也是一路下来 第五基 8431 会赚科 平常说要跌停 4976 加零 也是大跌 二十党地雷股 全部都大跌 3483 立志 又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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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跌成这样 我说到现在又跌 我说完怎么跌了 跌到这里了 很多人没有办法一档一档念给你听 没办法一档一档一档给你听 对 桶芯6426 桶芯也是一档一档 波罗威 3163 波罗威 波罗威 今天也说要跌停板几 这个都是业绩很烂的 这个都是业绩很烂的 股价在高档的 都是业绩很坏的 在上面的 我们当然不可能二十几都空 有的空点没有到就没空 价位有来的我们就有出手 我在空头几个你们知道啊 稳帽 你看前方出去就推荐空稳帽 空稳帽 你看稳帽 当时第一次空的时候在吃这支空的 跌停8%担起来 二百十四块又空 今天存二百块 最多一百五十千 这个又滴了 低机台零点四而已 二百块 撞不住 二百块撞不住 三零八一 联雅你们也知道 财报发布当天拉涨停 很多人都说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 三百块就三百块 利空出境 三百再空下去 现在 我今天有把它补掉了 因为蓝链线 蓝链线第一时间先补 蓝链线之后还在跌 補都较少 因为有蓝链线所以先补 也无所谓嘛 那空落都炭钱在的 没差啦 没差啦 三五零八位数 这你们也知道啊 三九块空 蓝链线三百块加空 想要再来啊 月头跑了 这样下来已经 十几趴勒 十三趴、十四趴勒 三三七四精彩 你们也知道啊 四十一块空下去 一块空下去 两间加速大跌 精彩加速大跌 我空的都是业绩很烂的 第一季都亏了一块二 一年后要五花银 亏损扩大 中国表扩下来最漂亮啊 对 是不如我所讲的 跟我所讲的 空业绩烂的 股价太高的 用空单来保护多单 所以就这为止 跟大家讲 你要练习放空 你要会做空 行情没有天天是多头的 行情没有永远是多头的 有多头 就会有空头 你看去年 会半年 落两千点 只有铃银在放空而已啊 这个铃银会做空的人 没几个啦 大多数还是买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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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头OK 空头来的时候 你就倒大没有 不要说空头啦 光是这个礼拜 做都就很危险了 对不对 一支一支一直落去 所以你要学习放空啦 我这次的讲座里面 我会教你们放空的技巧 你想学放空的 你来听 我就你教 放空没有那么难 几个技巧性掌握住了 就很好赚了 就很好赚了 那要做多不是不可以啊 买底部GEO骨 买底部GEO骨 虽然会跌 更安全啦 比较抗跌啦 你看我买橘子 我礼拜一买橘子 礼拜一跌的时候买橘子 62 76 今天来到79.5 来到79.5 你赶快跑来 没办法今天脉压太重了 可是能够守得住 这已经是了不起了 已经是不得了了 你看橘子 记得你要买就是买底部的 买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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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心 其实很多股票 它都有固定的规律性在走 很多股票都有固定的规律性在走 买在底部的GEO股 不要去买� penalties rils revolts 看没有地理咱漏치는浅 对你看 泰顶 27天 28天 27天 28天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 本益比7倍 买橘子 是不是买黑了 我这两天一直提醒你 注意第28天哦 注意第28天哦 用花工丸料第28天 感觉怕稀啊 28天一到之后 28天一到之后 今天就打死了啊 今天就大跌了 今天就大跌了 所以你要做多可以 找业绩好的底部的 时间周期到 你下去买 最漂亮就是环球晶啊 固定的时间 24天25天2226 2427 都是固定的时间在走的啊 你看我已经做了三趟了 做第三桌啊 这次上来355麦 下午再等第27天 第27天到之后就上去了 你又买了 环球晶 今天环球晶也很强啊 今天也很强啊 还一度回到平盘 大盘已经跌到这么深了 他还回到平盘 当冲尾盘杀下来 收盘前又拉回平盘 刚才落两颗而已啊 做环球最安全啊 财报利多发布 遇到大盘不好 没办法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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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的环球晶 325架嘛 都贪钱啦 随时盘事一稳 这个股票冲就最快了 冲就最快了 你要做环球晶 你跟着林特仙做 你看赚全今天也很稳啊 对 今天赚全很稳啊 落三个银而已 大盘抬到这样 他才落三个银而已 你看这周 大盘抬到这样 他就是没来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那么强 赚全我们已经做了一趟了 我再等第二次 你看我第一次485051买 对不对 拉上去 61卖掉 时间周期的部分 27天2626 扩研double double 那现在下来了 注意哦 时间快到了哦 第27天要搞哦 第27天要搞哦 时间快到了哦 时间要搞哦 但时间到了时就还穿哦 尤其殖利率将近8% 获利创历史新高7.48 股价竟然还在底部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 这个股票你不用怕 随时话充就充 单时间搞 等时间一到 我会再进去买 时间一到 我会再进去买 所以你要做多可以 你炒个人呢 买这种底部肌肉股 大盘不好 他会抗跌啊 他会赚钱是不是抗跌 橘子是不是抗跌 盘球金是不是抗跌 齐邦是不是抗跌 齐邦这也很有意思哦 28天整理结束了哦 28天整理结束了哦 加雄加上第一季财报 创新高1.5 比去年的0.58 成长了快2倍 所以现在大盘跌 诶 路死得快 所以你买这种底部肌肉股 你不怕他 盘一稳他先冲 同时间空高档机插股 对不对 3508位数 大拨 3374精彩 扛拨保护堂拨 3105文帽 一档一档空的股票 所以两边平衡式操作 你就放心吗 你就放心吗 有时候策略是很重要的 我不是现在才跟你讲而已 我已经说三个星期了 我已经说三个星期了 你们知道了 只是你们有没有听进去而已 你们有没有跟着一起做而已 来报名 报名礼拜六的讲座 礼拜六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关税大战 谁受惠 谁受害 同时 你要学习放空的 我把放空的技巧教你 我把放空的技巧教你 要听环球经的 因为每天节目时间很短 没有办法跟大家谈很多 环球经 有哪些地方你需要注意到的 去哪里 我一并在演讲会场上跟大家做解析 礼拜六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